来之前我会觉得南极想到就是刺骨的寒风 然后非常的干旱的一个大陆 来之后你发现你能看到大海 冰川很漂亮的雪景 最重要的还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奇俄海豹鲸鱼 当所有的这些集合在一起的时候 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让我的大脑 我觉得瞬间是有种过载的感觉 无法描述的名字 我是比利白 一个环球花学旅行者 最近我们刚刚是去了南极洲花学 这也是我七大洲花学旅行的最后一站 这次在南极我们用的是登山花学的方式 去进行花学 我觉得登山花学很多人会觉得很苦 因为你的每一个每下滑一米 意味着你要有一米的攀登 但是其实我觉得很享受的一点就是我们登山花学上升的过程本身也是很有趣的 比如说你有很多的时间去自己去思考 包括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上升过程中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比如你有时间去看看大自然 同时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当你真正一趟滑雪下来之后 你发现哇我之前的攀登非常值得 我和比利白其实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滑雪体验 我们都对互相的经验能力技术都有认可 而且我们的节奏也非常一致 也能互相拍摄互相照顾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滑雪的搭档 它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重度的滑雪发烧友 经验非常丰富的综合的能力非常好的滑雪者 包括这种野雪的经验 攀登的体能以及各种情况的处理 比利白他去了这么多的地方滑雪旅行 也是分享给大家这些经验和经历 其实更多的就是想让我们能有更多的滑雪爱好者能走出去 终于完成南极中七大洲滑雪 我第一次滑丹板是在2012年的12月份 当时我在法国一个叫格勒诺布尔的小城 我觉得滑雪其实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因为无论是说我已经滑雪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 还是说滑雪到现在成为我的工作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也努力地在更多地去了解这项运动 包括从器材 从它的历史文化 甚至是在努力地想帮助更多的人去爱上滑雪 对滑雪上映 所以这个基本上也是成为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南极滑雪我们是用比较纯正登山滑雪的方式去探索这个未知大陆的中国人 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所谓第一人 这个其实根本不重要 但是我们出来代表了中国滑雪者的一个形象 我们希望展示出来一方面告诉大家 中国人现在在很认真地对待滑雪者的事情 同时我更想像在我们船上很多来自全球各地的客人也好 向导也好 我一直在跟他们推荐有机会来到中国滑雪 中国现在有非常好的雪山的资源 包括我们新疆阿拉台的山脉 有新的雪场建出来 也有很好的野雪的地形 那为什么不来到中国看一看呢 我希望在我旅行的过程中某种程度 能够做了一种桥梁 能够把中国滑雪者和国外滑雪者 能够把中国滑雪者和国外滑雪者和国外滑雪者 做一个假节 甚至是在亚洋方面能够去打通去交流 那这个是我想像这样的事情 其实对于滑雪这件事情来说 我们都很纯粹 我就是想滑雪 我就是想滑的好雪 去到好的地方滑好雪 那这个就是我去探索世界的意义 那这个是在亚洋方面能够去打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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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滑雪现在对我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运动 也是我打开世界的一个方式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的雪山 美丽的地方等着我去探索 那我的雪板 就是我的工具 的地方是在大面前 lado 是在亚洋方面的地上 这里也在最近在亚洋方面能够去的